- 挑了三件毛衣吃穿 - 凱莉要介紹你的前面 - 嗨 大家好 我是凱莉 - 阿道維 從南韓國 - 嗨 大家好 我是凱莉 - 我剛剛錄完影片 將近四個小時 - 怎麼一直比一直拍的好久 - 今天錄的是我的夏季購物分享 - 所以我的影片連結再放在這邊 -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 那我現在呢就要休息一下 - 然後要來過一下我影片剛剛拍的檔案 - 跟要來工作 - 那我們就等一下見啦 - 工作告一個段落要準備出去吃晚餐 - 先來看一下今天的穿搭 - 首先外套呢是上次Vlog裡面有開箱過的淘寶包 - 很輕薄是夏天的好朋友 - 短板的版型呢讓整件看起來更加的俏皮 - 內帶一件削尖背心 - 褲子也是淘寶的 - 是一件涼爽的寬褲 - 喜歡它前面的打折設計 - 寬鬆飄移的褲管 - 是剛好落地的長度 - 鞋子是穿小CK的方頭鞋 - 包包呢非常的可愛 - 是朋友送了禮物 - 他自己做的手工編織小包 - 我把它扣上手機的背繩變成一個側背包 - 手上呢是今天隨心情搭配的戒指 - 晚餐來無心街吃月式料理 - 上次有外帶過他的春捲覺得很好吃 - 這次來內用試試看他的河粉 - 我點的是酸辣的頭肉 - 吃飽飯來附近的信義區逛逛街 - 今天是禮拜一 - 但是人潮還是蠻多的耶 - 我來逛逛A一圈這邊 - 最近在考慮要再買一雙530 - 因為我原本的那一雙已經穿到側邊有點磨破了 - 大家覺得哪一個顏色比較好看呢 - 逛到一件裙長非常不合理的長裙 - 真的是很幽默耶 - 這是200公分才能穿吧 - 看到的時候真的是很疑惑 - 所以就拍下來了 - 現在在Pole & Bear - 然後挑了三件毛衣試穿 - 這個是第一件 - 很可愛耶 - 是這樣子比較樓空的編織 - 然後是藍色 - 或紫色的米色線 - 身體非常的寬鬆 - 而且現在只要790而已 - 很便宜 - 這個是第二件 - 這個是第二件 - 好像比較普通一點點 - 是有點不同的植物偏接在一起的米白色 - 這是第三件 - 這是第三件 - 這件就是比較厚實一點的感覺 - 這種藍白條紋織在一起 - 也是非常的寬大 - 但我覺得好像第一件比較可愛 - 大家覺得怎麼樣 - 大家好 - 從紀錄穿搭開始 - 襯衫是Morgan的短袖襯衫 - 它是深藍色的光澤感布料 - 我只扣了上身的釦子 - 這樣即便是整身都穿寬鬆的單品 - 也能拉長下半身的比例 - 背後是拼接的透紗材質 - 非常的涼爽透氣 - 下身是來自Cubic的灰色直筒裙 - 直筒版型很修飾下半身 - 鞋子是來自Nike的分子鞋 - 這一雙真的是很可愛 - 每次穿上我都覺得 - 年輕了五歲 - 項鍊我是將鏈條給戴在領子下面 - 只露出前面一點點的部分 - 好的我要去趕公車了 - 公車快到了 - 妳就讓它落地就好 - 妳知道嗎 - 對 - 她有幾次都對 - 她幫妳 - 這裡也要記錄妳那個奇妙的表情 - 妳好可愛喔 - 妳怎麼那麼可愛 - 安妮用鴿子叫 - 妳好可愛喔 - 好啦好啦 - 我們再喝一點 妳再喝一點 完全等不及 對啊 只是被子吃 妳好不及 妮妮 看起來好驚訝 嗯 我們的晚餐 我的白醬忘記開了 長得跟我的硬 哈哈哈哈 來勒 來 上來 你還要錄進啊 你還要錄進 它就不會再潮汁 睡得很熟 對 今天擦這個 賽上的唇釉08號 光澤型的唇釉 我覺得這支的顏色很好看 今天因為要帶著電腦 去咖啡廳工作 所以呢 想要打扮了點 時髦上班族的氛圍 上衣是 UNIQLO 跟瑪妹聯名的 透膚背心 外面是Cubic的 格紋屏口上衣 後面做了鬆緊的設計 褲子是來自ZARA的 灰色落地長褲 它有淺淺的格紋線條 跟屏口上衣呢 有小小的呼應 配件也是隨心形 搭配的戒指組合 以及銀色的寬手錶 我點了一杯豆奶咖啡 是新嘗試 但是因為它的味道 比我想總的還要更甜 所以我露出了 奇怪的表情 243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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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 6 嗨 大家 我現在呢 要去搭公車 去跟大學同學一起聚餐 去見一些很久很久不見的朋友 今天是挖寶日 几几天在网路上查到这一间位于天母的二手店 好像规模蛮大的 所以呢想说来逛逛看 整间店的品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有一种穿梭在衣服丛林里面的感觉 绕过一个砖角想说应该已经到了店的最后面 没想到还有一整区 真的是比想象中的还要更大 东西还要更多 现在刚逛完那一间二手店 要转站到附近的天母市集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来看一下今天的穿搭 整身是以牛仔为主 蓝白的清爽配色 单品都是比较宽松一点的 上身是外带一件来自Select Mocha的牛仔背心 前面有绑带的设计 里面是在欧洲的古卓店买的白色网洞背心 因为牛仔是比较厚挺的材质 所以搭配镂空的背心可以让整体整那点轻盈的感觉 下身是来自淘宝的品牌 Crying Center的牛仔裤 我很喜欢它裤管中间的剪接线设计 鞋子是小CK的方头鞋 项链部分是在泰国的市集买的黑色串珠项链 叠带了一些手环 以及跟牛仔色呼应的蓝色宽介 OK去市集逛逛吧 这个二手市集呢 就是开放给一般的民众可以报名 将家里一些闲置的物品拿出来做变卖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还蛮好的 可以让闲置的物品再次找到新的主人 顺便赚一点外快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活动 但是夏天真的是天气太热了 非常佩服这些可以在大太阳底下叫卖的人们 试试它的双麒麟豆浆包味 哈喽我现在要准备出门了 今天呢要去看Adoi的现场演出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 我终于看到他们来台湾演出 现在要先去咖啡厅找朋友 然后晚上再去看演出 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视频 它另外一只手 跟项链是带着这个Sawari的项链 晚点见 今天是走灰黑色系的穿搭 感觉有一阵子没有穿洋装出门了 所以今天呢就想说来搭配一下 里面是黑色的洋装以及灰色的光泽背心 我非常满意这件洋装的长度 它是可以盖到我的脚背上方的 内戴一件Morgan的光泽背心 肖剑的版型跟洋装的绑带 叠穿起来呢我觉得很好看 为了平衡洋装比较柔美的感觉 我在外面叠穿了来自日排Items的 短板背心 它原本是两件式的缝衣 但是我只单穿了外面的背心 两侧呢是绑带的设计 后面有可爱的帽子 包包是来自Porter的深蓝色小包 可以肩背也可以手提 跟朋友约在一间 我存在口袋名单很久的咖啡厅 是导演魏德盛开的 里面有蛮多电影的相关资料以及道具 我觉得整体的氛围还蛮放松 很适合跟朋友聚聚 或是带电脑的一个工作 自P Continuing提醒自己很好 lexisy outube September 给了飞雙 谢谢 谢谢 hip hai guys we are hadavy from south korea 我们 arresting you are so happy to be here 最幸远的 你应该怎样 你懂事 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